养宠物能够减少老人的孤单 这句话写的太短了 我们要把它写长 你说怎么写长 你千万不要告诉我 刘老师加定语吧 给老人加定语吧 给宠物加定语吧 你猜我会加定语吗 我肯定不会加定语 因为我还没讲到定语 我现在讲的是并列句 我肯定不加定语 那老师你写这么短怎么办 你说呢 要不咱们再想一个原因分析吧 再想一个原因 养宠物有什么好处 好不好 你再帮我想一个 养宠物除了可以减少老人的孤单 小孩也养养养物呀 我女儿每次都要买小兔子 我没给他买而已 告诉我养宠物还能够什么 孩子的什么 还能够培养孩子的爱心 先想想爱心会不会写 爱心难道写成love heart 应该不对 那养宠物能够培养孩子的耐心行不行 能够培养孩子的善良行不行 好善良吧 最简单 那就是养宠物 养宠物能够培养孩子的善良好 再来一个 养宠物能够培养孩子的善良 那就是raising 寄笔记 pets 天安 培养孩子的善良 培养 cultivate 那就是raising pets cultivate 孩子的善良 告诉我孩子的善良 先写善良 先写孩子 名词修饰 名词肯定先写谁 the 善良 oh 孩子会嫌吗 就你这种孩子 是吧 上一次我在哪讲 我说为什么养宠物 我一个学生说 好吃 就你这种已经没有爱心的人也培养不起来了 所以咱们就培养小孩子的爱心就行了 k字 连到一起就是 同样你看我心里写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养宠物能够减少老人的孤单 第二句话是养宠物能够培养孩子的爱心 但是两句话都不长 那怎么办刘老师 看我 我们就把两句话中间加个词连成一句话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连词加谁 不是and 而是谁 not only but also 说完了 如果用not only but also 剧情来写就是连到一起就是张开你的血盘大嘴 先用汉语说一遍 那就是养宠物不但能够减少老人的孤单 而且还能够培养孩子的 善良 养宠物不但能够减少老人的孤单 而且还能够培养孩子的善良 好 我说一下not only的位置和but also的位置 他这个剧情一般人都写不错 为什么 因为他的位置和汉语的顺序是一模一样的 not only 做出汉语说音一模一样 那就是养宠物不但能够减少孤单 一二三 你记笔记我不记了 记笔记开始了 raising pets not only can 不但能够吗 不是 raising pets not only can reduce the loneliness the loneliness of senior citizens but also 而且还能够 but also can cultivate the kindness of kids 句号 写完了没有 我再说一遍好不好 那就是 那就是 raising raising pets not only can reduce the loneliness of senior citizens but also can cultivate the kindness of kids 句号 这个句子写出来还是很长的 告诉我写成现在这个样的风骚吗 不风骚 not only but also 巨型写成道庄才风骚 现在我肯定不会讲道庄 请你憋住吧 我们下面再慢慢讲道庄 没讲到 你先写对就可以了 好 第一个写完了 举了第一个例子 准备好 第二个例子开始了 抄完了吗 第一个例子 咱们就用not only but also 句型来写 再写个句子好不好 好 在没有写第二个句子之前 你先告诉我not only but also 能写在作文的什么地方 我现在举了一个例子 为什么养宠物呀 想到一个原因 太短了 再想一个原因 也太短了 来not only but also 连成一个原因分析吧 原因原因第几段 第二段 你先记笔记 我们再举例子 记笔记 本句型推荐写在作文的第二段 本句型推荐写在作文的第二段 分析原因的时候使用 本句型推荐写在作文的第二段 分析原因的时候使用 这个时候你心中没有一阵 happy的感觉吗 第二段原因分析总共需要几个原因分析 三个原因分析 你已经会写几个了 你已经会写两个原因分析了 大兄弟 第一个原因分析还记得吗 the more the more 第二个原因分析 第二个原因分析 刚刚说完not only but also 续型你第二段都快成型了 同学吗 好来一起写一句话 告诉我为什么应该孝敬父母 你随便说一句话 告诉我为什么应该孝敬你妈 先想一个理由 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传统美的 可不可以 可以 再想一个理由 即使孝敬父母不是中华民族传统美的 你该不该孝敬你妈 你也该 为什么 法定义务 所以连到一起 来先把这句话过一遍 用汉语再写 那就是孝敬父母不但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传统美的 而且是子女的法定义务 开始了吧 孝敬父母不但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的 而且是子女的法定义务 好来张开嘴一起写 孝敬父母 就写着support吧 不写着respect了 换个单词好不好 supporting 孝敬父母别再写parents了吧 the elderly 孝敬父母不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的 传统美的不但是not only 是 你要敢写着意思 非得把你踢出去不行 意思换成高级词汇 是中华民族传统美的 你告诉我 一直都是最金刚事呢 肯定一直都是既然传统美的 是写着capes好不好 那就是supporting the elderly 而中华民族Chinese 传统 别再写成traditional了好不好 写成conventional 这不都是我们词汇班讲过的吗 同学们 你都没有听过我讲词汇 多么可惜呀 conventional 赶紧回去听吧 virtual 孝敬父母不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的 而且 but also 而且是 咱们一起说嘛 耶 我得 还是站在这里吧 孝敬父母不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的 而且 还是子女的法庭义务事 又一个是 意思 刘老师说太土了换成高级词汇 换成是 prove 证明是吧 prove but also prove 而且是 子女的法定义务 听好了 告诉子女的法定义务 是先写法定义务 还是先写子女 法定义务 the legal 义务 responsibility 这个单词我老写说有点长 R-E-S-P-O-S-I B-I-L-I-T-Y of 同学们我写不下了 你能看得见吗 写到下面 their 子女还记得吗 of spring 这个单词咱们今天上午已经讲过替换了 好 这句话写完了 咱们来看一下就是 我给你引开 这句话写在作文中 我告诉你 再用咱们后期讲的道状来加工一下 这个句子也足以让老师震动的残废了 真的 马分句型 同学们你抄完以后 告诉我这句话写对了没有 Legal是法律的 responsibility 责任 法定的责任 of their offspring 他们的子女 对不对 你孝敬你妈 我孝敬我妈 你也不叫帮我孝敬我妈 我也不帮你孝敬你妈 赶紧告诉我这句话对了没有 对了 拜拜 不对 快点 你发现错在什么地方 Proof的主语也是孝敬父母 那既然K不后面都加了S了 那Proof后面怎么不加S呢 结束了 Not only but都写在什么地方 你说完我就忘了 写在第二段分析原因的时候使用 连接两个短的原因分析 对不对 好 再写一句话 格伟达兄弟 这句话同学们写的是 你自己写吧 好吗 刚才写过了 已经写过了文化交流的好处 是不是 现在再写一个吧 合作有什么好处 合作 就直接说合作不但怎么怎么啦 而且怎么怎么啦 就这么说 就下一条是吗 合作不但能够 同学们你发现中国人不喜欢合作 他每个个人都很强 放到一起都不行了 因为大家比较自私 是不是 哎呀不说了 我也自私呀 合作不但能够使我们交到更多的朋友 可不可以 而且 你说一个 还能让我们取得更大的成功 同学们这个原因分析我为什么要说这个 你听好了 合作不但能够使我们交到更多的朋友 而且还能使我们取得更大的成功 同学们听好了 我换成自信行不行 自信不但能够使我们交到更多的朋友 而且还能使我们取得更大的成功 可以 乐观 乐观 谁倒地那篇文章 乐观不但能够使我们取得更大的成功 而且还能使我们交到更多的朋友 哎哎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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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万能理由 你没听懂吗 同学们 只要是一件好事都可以 文化交流也可以啊 文化交流不但能够使我们交到更多的朋友 而且还能够使 而且还能够使我们取得更大的成功 哎可以可以 这是个万能理由 写完以后背得熟得很 同学们 好不好 这句话我帮你写 走 文化交流 刘老师我们英语二能用吗 这不分英语英语二同学们 只要这个理由可以使用 你都可以用的 好吧 来 就写文化 就写那个自信 就写合作吧 Corporation 合作不但能够使我们交到更多的朋友 not only使我们交到更多的朋友 使某人做某事 使某人能够做某事 不要一写就是make somebody do something 使某人做某事有个风操的是谁 enabl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多好啊 enabl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那就是corporation not only enable 快点张开你的小口嘴 错了已经是 corporation第三人认证单数 enable后面加谁 s 对吗 你告诉我合作不但能够使谁 能够使谁交到更多的 使我们enable us 我才不写us呢 刘雪儿都给我替换过了 那你告诉我 不但能够使谁交到更多朋友 我女儿也能跟她小朋友一合作 也能交到更多朋友啊 enable us oh 求真 这个黑板怎么写的那么少呢 and adults 是所有的孩子和成年人 corporation not only enables all children and adults enabl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to 交到更多的朋友 会写吗 make 我才不写 我才不写 friends的 我才不写那个 什么make more friends 我讲friends朋友 我只会这一个词的老师 我也只会这一个词怎么办 我在这个地方加个风招词 以显示我的make friends 没那么恶心 make more intimate 你看我多了一个考验词会 intimate friends 看这句话的感觉就好多了 朋友们 是不是 当你写的都是弱智词的时候 要想着怎么加一个好点的词 合作不但能够使所有的孩子和成年人 to make more intimate friends 我先写完 那么再听好不好 but also 而且还能够使我们取得更大的成功 来吧 使 使某人做某事 刘老师enable已经写完了 你风骚你还写 我当然还写了 使某人做某事 除了make somebody do something 还有一个是have somebody do something have somebody do something 也是使某人做某事 要换个单子怎么啦 抬头have还是hashas 不是跟刚才一模一样吗 主语都是corporation 所以写了单数has 使谁取得更大的成功 是不是使得于所有的孩子和成年人 但是你不能再写一个has all children and adults单词重复了吧 孩子谁 the 取得更大的成功achieve greater 成功成功成功成 我又创起来了 成功成就荣誉荣耀 glories 因为你已经会glories了 所以今天我再帮你写个风骚词 叫做credits 同学们千万不要发生信任 这个单词是个熟词正义 在考验翻译上考过 它翻译成 表扬 嘉奖 荣誉 荣耀 荣誉 荣耀不就是成就 毛同学吗 对不对 好 这句话写完以后 抬起你的美丽的小口头 抬头看看黑板有没有错误 有错请帮我改成 没有错误就算了 认认真真看高通员吗 corporation not only enables 没有错 enables 没有错 all children and adults 没有错 上次跟那种 错啦 我说拿错了 他说 adels后面加了s 你children后面怎么不加s child的复数就没有child 只有children children已经是个复数的大兄弟 不要暴露基础太差 小点声音 to make a more intimate friends but also has没有错 has somebody do something I do achieve 没有错 greater credit 没有错 讲完了 好 我们已经举了那么多例子 不再举了 好不好 第一个是 到现在为止 咱们已经讲完两个比较好的句型了 咱们来说 第一个是什么句型 第一个是 病 从头说好不好 第一个是简单句 简单句 咱们总共讲了四个码分表达 四个码分表达 第一个是 呃被动 第二个是 第一个是被动 第二个是 呃那个叫什么 快点大声说 呃忘了 zlb句型 第三个是比较急 比较急分成两种 三ss 是什么什么 然后讲了并列句的码分表达 已经讲完了 一谁 ss 巨型 你可要想写的 哇 说错了 按着巴特巨型 你可要想写的 做法的什么地方 并列句 一按着巴特巨型 二刚刚讲完 not only 巴特 手巨型 好 结束 下面开始讲第三个了 刘老师 你怎么不用我的举个例子呀 我的英语二没举 同学们 咱不是每次都举英语 那你告诉为什么农民工都进城打工了 农民工在城市里不但能挣到更多的钱 而且生活的很安逸 是不是吗 国产值的价格不但很低 而且质量也很好 你是吧 这个没有举不代表不可以写 只是没有举而已 咱们都会举的 慢慢举嘛 好吧 简单句讲完了 并列句讲完了 该讲谁了 三符合句 这个短期内一两个小时可讲不完 三符合句 这一会儿没有单词替换吧 好没有 别给漏了 三符合句 picture替换已经替换过了 三符合句 年纪笔记 一 咱们先说一下符合句 咱们讲了多少个这个码分句型 好不好 符合句里边有多少个符合句的码分句型 第一个是谁 符合句一 名词性从句 二 定语从句 三 壮语从句 三大从句 所以不得讲两个小时才怪的 先讲一名词性从句 不要记 名词性从句 咱们要讲两个码分表达 记下笔记 三符合句 一 主语从 它就属于名词性从句 对不对 一 主语从句 好 写完又开始讲课了 同学们你什么都别说 就帮我翻译这句话都行了 不用抄 抄得还挺费劲的 同学们 就翻译吧 好不好 画黄的这句话 that you never feel to fascinate me is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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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多士图 你早都认识了 来翻译什么意思 that you never feel to fascinate me is obvious 字面意思翻译成 你从来没有失败的勾引过我 勾引难听了 诱惑 差不多 你从来没有失败的诱惑过我是显而易见的 他说你不要发现你从来没有失败的诱惑过我 那刘老师你说发现了什么 你从来没有失败的诱惑过我 就是看见你我的热血沸腾啊 我爱你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再给你女朋友说话就不要再说 那个什么I love you 你就说you never feel to fascinate me 多美啊 多感人啊 上一次给他说 你说我男朋友肯定听不懂 没关系跟你妈 你妈也听不懂是吗 告诉他这就是我爱你 是显而易见的 写完了 这不就是咱们以前讲的主语从句吗 但是你发现没发现 一个从句充当主语给人什么感觉 头太大了 一个从句充当主语给人的感觉 头太大了 鬼子说不好看 于是怎么办 把主语从句放到句末去 加it来做形式主语 不要看下面就读上面 来读那就是123张嘴 It is obvious that you never feel too fascinated me 显而易见我爱你 对吗 主语从句的后制就是主语从句的满分表达呀 好 一主语从句 不用抄这句话 现在直接记笔记 说了啊 主语从句的满分表达就是 主语从句的满分表达就是 把主语从句放到句末去 把主语从句放到句末去 加it来做形式主语 句号 主语从句常见的满分表达是 记笔记 主语从句常见的满分表达是 eat……在的句型 主语从句常见的满分表达是 eat……在的句型 好写完了 写完以后我给同学们写了八个 eat……在的句型 我就要摁了 你现在已经看到两个了 等一会儿同学们 主语从句的满分表达就是 eat……在的句型 我给大家写了八个主语从句的满分表达 别慌 先告诉我抄几个 我还没认呢 现在再看那两个 先看那两个不两个 两个 我总给你安置了八个 告诉你一共需要 抄到笔记本上抄几个 抄两个就可以了 八个里边选两个 想选哪两个就选哪两个 选完以后写到做梦的什么地方 咱们先别说 准备好抄就行了 先看第一个 你想抄就抄 不想抄不抄 那就是 eat……proves common knowledge that 什么意思 common knowledge 就是常识 什么叫常识 大家都知道就是常识呗 那什么是常识 显而易见众所周知 所以 it proves common knowledge that 就是显而易见众所周知 你想抄就抄 不想抄不抄 反正八个必须抄两个 好第二个是 一起读吧 it keeps my perspective that I love you it keeps my perspective that 英语很重要 什么意思 perspective不是讲过了吗 观点的替换 那就是 什么 it keeps my perspective that 英语很重要 那就是英语很重要 是我的观点 保定 我们就翻译成 我认为 所以it keeps my perspective that 就等于I think that 就等于I think that 好翻页了 这两个你可能抄了一个 也可能一个都没抄 翻页了大兄弟 这又四个 同学们你先别抄了 我先给你翻译一下 什么意思 你从这一页来好 也再抄一个吧 来抬头看第一个 it proves self-evident that self-evident 什么意思 明显的 那就是显而易见众所周知 it proves self-evident 就等于刚才第一个 it proves common knowledge that 显而易见众所周知 这个是 it has been found that it has been found that 什么意思 他已经被发现了 他已经被发现了 是什么意思 显而易见众所周知 这件事都被大家发现了 显而易见众所周知 好 这个是我本人最喜欢的 当然这两年我也没考过研究生了 也没参加过考试了 我还正在想2019年 我肯定要报一次 我要进考证考一次 在西南大学考 我老公监考我 然后我可以 哎呀算了 我还对答案干嘛呀 我又不上研究生 it seems beyond this beauted that 翻译成 beauted 超越 上一次我们在语法班 是谁讲的 在哪讲 我说beauted是什么意思 跟同学说光辉岁月 超越 this build 超越了争论 就是说你们别争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 显而易见众所周知 好 这个是 it is universally acknowledge the data universal 普遍的 acknowledge 承认 普遍都得到承认了 哇塞 刘晓月是个美女 都承认了 显而易见 众所周知 这一页都翻译成 显而易见 众所周知 超一个吧 你不超越翻译了 没了 翻了 已经写了六个了 所以我在一翻译 就还有剩两个了 你到现在还不超 你还等什么呀 瞪着小狗眼 翻译了 没了 好 这个也很好呀 It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data It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data 翻译成 它已经被广泛的接受了 被广泛的接受了 是什么意思呢 显而易见众所周知呀 看最后一个也是呀 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普遍的都被同意了 显而易见众所周知 我帮你写了八个 只有一个翻译成 是我认为 剩下都翻译成 显而易见众所周知 从八个里面抄两个 好 抄完了吗 抄完以后 告诉我写到作文的什么地方 我本人也很喜欢这一个 It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data 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抄完了吗 这个广泛片 给我做广泛片 这个小朋友做的不好 是晚你发现没有 他现在只能按出来完了 我不能按出来完 按出来完 你看着很不舒服 我讲什么 你都知道了 下面是 写了八个主语 从绝对马分表达 写好了吧 写好以后赶紧告诉我 主语从去写在作文的什么地方 写好以后赶紧告诉我 主语从去可以写在 作文的啥子地方哟 显而易见众所周知 我觉得你还 如果语法长单句课 听我讲的特别认真的话 你还记得吧 写在什么地方 你看开头行吗 显而易见在图表当中 显而易见在图表当中 城镇人口增加了 而农村人口减少了 显而易见在图表当中 显而易见在图表都可以吧 可以哈 那你刚才那句话可不可以呢 孝敬父母不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的 而且是子女的法定义务 那如果加上显而易见就是 显而易见孝敬父母不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的 而且是子女的法定义务 可不可以可以喊口号可不可以 显而易见我们完全有理由 相信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是有可能的 可不可以可以 都可以刘老师 这本来就是个万金油一样的句型 还记得咱们语法班讲的吗 记笔记 本句型可以写在作文中 任何一句话的前面 本句型可以写在作文中 任何一句话的前面 用来拉长句子 可以写在作文中任何一句话的前面 用来拉长句子 你现在是不是后悔 抄的太少了 这两句 我刘老师刚才应该把八句都抄下来 作文中每句话前面写一个 每句话前面写一个 不就是满分了吗 你已经疯了 告诉我为什么只让你抄两句 大作文选一个 小作文选一个 大作文选一个 小作文选一个 所以就两句 写好了吗 那刘老师大作文写在什么地方 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呀 小东西 什么任何一句话前面都可以呀 逐语从句的 马分表达 可以写在作文中 任何一句话的前面 用来拉长句子 写好没得各位大兄弟 写好了吧 告诉我你想说什么 你需不需要我帮你推荐 写到什么地方 每句话前面都可以 还需不需要我推荐 不需要 需不需要 好需要 我告诉你不要说不需要 你都不动动你的脑子 你发没发现 越是这种万能的你越难写 并且人的选择空间越大越不好 同不同意 同不同意 哎呀 我有一个好朋友 人的选择空间越大越不好 所以人到 我觉得没有路可走 只有一条路走还是挺好的 没有选择 其实咱们说句心里话 高考难还是考研难 就这么说吧 本科考北大难 还是研究生考北大难 当然是本科了 这么说吧 本科考北大难 还是研究 本科考北京理工难 还是研究生考北大难 还是高考的时候难 你发现了吗 那为什么高考你觉得没有那么痛苦 是因为高考是没有选择的 只有那一条路 你必须得走过去才能上大学 是吗 而研究生选择太多了 所以选择越多越不好 哎呀我跟我 我跟我那个好朋友完全一样 他应该不会听我讲 可他也不考研啊 我有一个好朋友长得特别漂亮 是我初高中的同学 漂亮的我认为比范冰冰漂亮 绝对的很漂亮 那个脸长得特别饱满 我跟他同桌都不好意思 我在后面就帮他盯书包的样子 上厕所 就小鸭陪我上厕所 我都陪他上厕所 见过那种小跟班的吗 我就是那种人 我总是跟着他 他长得特别漂亮 追他的人 不能用a train off来形容 一车拼 但用a sea off来形容 真是太平洋里边全是追他的人 所以他当时结婚的时候 你看我们农村一般叫挑花了眼 什么叫挑花了眼就是 最后嫁的人也没有多好呀 我这一辈子等到二十 我跟我老公应该是27岁 还是28岁龄的结婚者 我其实不想嫁给他的 我都在想 来再来一个长得更帅的 家里边更有钱的 对我更好的人出现吧 等到28岁也没有 所以我没有太多选择 我嫁给了我的老公 到现在为止 你才是我过得好 还是他过得好 我当然我过得好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追我 只有我老公一个人追我 所以我特别珍惜这份爱情 我就害怕他什么时候 跟我离了婚可怎么办 当然他也害怕 我跟他离了婚 他去不到怎么办 所以我们俩都小心翼翼 经营这份爱情 生活倒很甜蜜的 那种追的人 特别多选择空间太大 他谁也不珍惜 你看那些明星 随时离婚随时结婚 见面一个月都能结婚 所以选择空间越小越好 是不是 所以你是不是也妒忌 我这长得不漂亮的人了 长得漂亮的 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呀 好了 结束了 推荐写在哪 我要推荐 因为我不推荐 你哪都可以写 选择空间太大并不好 来写 本句型推荐写在作文 第一段的第一句话的前面 我没说错话 写 本句型写在作文中 第一段第一句话的前面 第一段第一句话的前面 用来引出描述图画或图表 第一段的第一句话的前面 就上来就开始显而易见 在图画当中 显而易见 在图表当中 你的作文再也没有那个模板了 所有老师他奶奶讲 都是那么讲的 第一句话是 在这个生动的图画当中 在这个生动的图表当中 别生动了 换成主语 总句多好吗 但是主语 总句可缺点 你发没发现 其实你不听我讲 你也见过这些剧情 易特什么什么在的 易特什么什么在的 刘老师 那人家雨前没报班的 不是也会写吗 是啊 所以我要给你改写的 谁都不会写呀 只有听过我的课才会写呀 好 记笔记 记笔记了 各位答兄弟 写 更好的主语从句的变题是 更好的主语从句的变题是 你先别问 你先记笔记 更好的主语从句的变题是 把一特写成我特 把一特改成我特 在赛特前面加一字 把一特变成我特 在赛特前面加一字 来抬起你的小偷 咱们看一下第一句话 来变 把一特变成我特 在赛特前面加一字 这句话就是张嘴 我特 proves self evident 意思 张开嘴 请说第三句话 快点 一二三 第三句话 我特 sames beyond this beaut is that i love you 为什么把一特变成我特 在赛特前面加一字就好呢 基础好听懂了 把一特变成我特 在赛特前面加一字 这已经不是一个主语从句了 这是两个从句 一个是我特引导的主语从句 一个是赛特引导的表语从句 这句话有俩从句 老师我怎么听不懂 我怎么听不懂 你听不懂很正常 因为你只想考到45分啊 那我听不懂怎么办 你不需要听懂啊 基础差的 刘老师那是什么 是主语从句表语 听不懂 听不懂 没关系 你只需要记住一个字 好 妈的为什么好 老子听不懂 刘晓月说好就是好 What the same is beyond this beautant is that 管他为什么好呢 死机硬背 再说咱们也不用死机硬背 讲的还是很清楚的 说完了 记住 记住哈 大作文就写在第一段 第一句话的前面 不分图画图表 上来以后就是显而易见 刘老师你不是要我抄两句吗 那小作文推荐写在哪 小作文推荐写在哪 还没有讲的 先说大作文推荐写在哪 已经讲完了 小作文还没讲呢 讲到再说行不行 急什么的东西吗 结束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主语从句 好 结束 二 主语从句不再举例子了 好 你写 二 同外语和同外语从句 一 主语从句 二 同外语和同外语从句 所以这个幻灯片特别不好 你看见没有 我今天一会儿让那个小朋友帮我再修改一下 同外语和同外语从句 我们要讲两个马分句型 第一个是名词做同外语 好 年纪比进 一 名词做同外语 写完名词做同外语 我在映出不让你看见 一 名词做同外语 写完名词做同外语以后 你赶紧告诉我 同外语是干嘛的 同外语总要出现在什么词的后面 同外语总是要出现在名词的后面 这个没问题吧 那名词做同外语代表什么 那就代表在一个名词后面 再加一个名词作为它的同外语 你先不记笔记 我现在先说一句话 你是不是同不同意 挺好了 作文中只要出现名词 都可以在它的后面再加一个名词 作为它的同外语出现 只要见到名词 都可以在它的后面再加一个名词 作为它的同外语出现 你同不同意 同不同意 举个例子 呀这个以前语法传单句讲的好认真哦 不想讲了 好讲吧 我有一个新的水杯 我有一个新水杯 来给水杯加个同外语吧 因为水杯就是名词呀 我有一个水杯 逗号 一件物品 一件物品 unartical行不行 行 可以吧同学们 我爱陈奕迅 还挺喜欢他的 我喜欢陈奕迅 给陈奕迅加个同外语吧 我爱我别爱了 喜欢都行了 我喜欢陈奕迅 逗号 一个一个来自于香港的歌星 所有的名词都能加同外语 你同不同意 同不同意 我喜欢刘晓燕逗号一个女人 可以吧 可以吧 请你在名词做同外语 后面写一句话 写 只要在作文中见到名词 写字啦 只要在作文中见到名词 都可以在他的后面再加一个名词 只要在作文中见到名词 都可以在他的后面再加一个名词 作为他的同外语出现 都可以在他的后面再加一个名词 作为他的同外语出现 句号 写完了吗 写完咱们举个例子吧 结果这个例子举的都不好呀 结果都打印出来了 这个话能变烦死我吧 你也看可以吧 同学们这句话 my boyfriend really has no much time to come to me 来在这句话里面找个名词 咱们给他加同外语 my boyfriend really has no much time to accompany me 我的男朋友没有太多时间来陪我 你想给谁加同外语 我的男朋友 如果你想给我的男朋友加个名字 做同外语 钱会用逗号隔开 好告诉你男朋友的身份好吗 你男朋友是个什么人 所以我帮你写了一个看见了吗 a rich business man 一个富有的商人 没有时间来陪我告诉我是个什么词 代词 代词就相当于什么词 名词 我是谁呢 一个美丽的女生 unattractive girl 连到一起就是 走起 我的男朋友逗号 我觉得你需要记一下笔记 同样吗 我的男朋友逗号 a rich business man 逗号 really has no much time to accompany me 逗号 unattractive girl 是吧 名字做同外语 举了第一个例子 咱们再举一个例子 再举一个例子 我要把这一页涂掉了 所以你赶紧把它抄完 这个幻灯片也是有问题的 我赶紧给它整理 你先写 你先写吧 my boyfriend 都好 a rich business man 都好 really has no much time to accompany me 都好 unattractive girl 但是如果你真是在写作文的时候 可不能把一句话里边 见到名字都加同外语 哇塞 那如果见到名字都加同外语 一篇作文什么也没有 全是逗号 连着五句话 最多加一个都不错了 所以这句话 不要给my boyfriend也加 也不要给me 俩同时都加 一句话能出现一个同外语就不得了了 那你为什么都加了 我在表演节目呀 我在跟你说 可以在名字代词后面加同外语呀 你抄完了吗 抄完咱们一起写一句话吧 你先别慌 我看看这个 呀 烦死我吧 哪个地方都问出来了 现在咱们自己写吧 写在上面 因为这个幻灯片 它没有就一行一行的摁出来 所以很恶心 咱们现在只能手动来写一个 就描述那篇作文吧 就今天晚上你的作业那篇作文 呃 一个 一个男人正在把贝克汉们的名字写到他的脸上 一个 还记得吗 那个一个男人把贝克汉们的名字写到脸上 同学们 这就是招都没有了 正在把贝克汉们的名字写到他的脸上 意思 writing 贝克汉们的名字 the name of 贝克汉们那个书上有他的英文单词的 贝克汉们 on he's face 好 抬头看黑的 我今天取这个例子想要干明什么 我只想给你证明一件事 名字后面可以加同外语 咱们讲完以后再说一句话不能都加 但是这句话我肯定见到名字都加 因为我在表演 对不对 那你告诉这句话的名字可多了 第一个是谁 a man 第二个名字是谁 name 第三个名字是谁 贝克汉们 第四个名字是谁 face 你不能都加 但是我只是想让你听懂同外语 所以我都加 来 一个男人把贝克汉们的名字写到他的脸上 一个男人给他加个同外语吧 这个男人是个什么人 你看 你的男朋友是一个富有的商人 这个男生是个什么人 你怎么不把贝克汉们的名字写到你的狗脸上去啊 所以那个人一定是个什么人 一定是个啥子的 no 他一定是一个球迷 a man 来 加个同外语 逗号 逗号别忘了哟 a soccer s-o-c-c-e a soccer 球迷 迷迷迷 可别fans了 fans就可以了 a soccer fan 一个球迷还fans干嘛呢 a man 逗号 a soccer fan 逗号 is writing the name 名字 赶紧告诉我名字是个什么东西 推们写到这了啊 写不下了 逗号 逗号 好 来 告诉我名字是个什么东西 咱们给名字加个同外语啊 我不知道名字对你来意味着什么 名字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难以歧视的东西 真的 所以每次别人都叫我小阳老师 你的名字很好听啊 小阳老师 滚 所以名字对我这种名字起的不好的人来说 就是使我们自卑了一辈子的一个代号 同意吗 同意吗 同意吧 你的名字起的好 你不自卑 就像我们的自卑的吐鞋 我根本都不叫刘小阳 我也不姓刘 我姓王 因为我妈是我初二的时候去世的 我妈去世比较早 我妈去世 万一我跟着谁长大的 我是跟着我姑长大的 所以那个时候读书是需要户口的 我跟我姑读书必须得有户口 这时候怎么办呢 就弄个户口呗 就去填户口 我姑就带着我去填户口 结果带我的时候 我表哥这个无耻的人也跟着去了 就是他一切我都叫了刘小阳 到那个地方 我姑他从来不会去想 就他为什么不先想好这个名字写谁呢 我姑就说来叫什么刘什么呢 你能不能提前想好再写想好行吗 结果我表哥在那个地方上钻下掉 说了一句话说叫刘样 你说我表哥怎么想到叫刘样了呢 我猜他肯定喜欢他们班有个同学叫刘样 或者叫李样 或者叫马样 或者叫王样 结果我估计说好听 但是三个字更好听 我估计是来吧叫个刘什么样呢 我表哥就说刘小样 我的名字一秒钟就得出来叫刘小样 从此以后永远都叫刘小样 你知道我表哥叫什么名字吗 你要知道我表哥叫什么名字 你都知道我为什么叫刘小样 他叫刘大栋 刘大栋刘小样 是不是别绝配 我跟你说我的名字还不恶心呢 我们以前读高中的时候 后来这个同学再也没联系过 你现在他在干嘛 我都不知道 我们群里面好像也没有他 他妈给他起的名字才疯狂的 真的名字使很多人自卑了一辈子 那个女生名字我先不说 是个女生哦 河南的女生一般都在一米六五以上偏多 我这个子不算高 结果那个女生 身高应该不到一米五 瘦的呀就剪那种学生头 把眼都盖着 就我们那个年代特别流行学生头 这两个挖到那个耳朵后面去 就前面都盖着眼 背个西瓜太郎的书包 后面拉锁都坏完了 我猜背他弟弟的吧 每天走了就这样 也不抬头就跟快死了一样 每天上课老师只要一上课一定会提问到他 他回家好像很远也没自行车 每次我从他身边走过骑着自行车 我都会喊他的名字 喂 一喊他的名字他就会说 小样 你也走这条路回家呀 我说是呀 我拖着你妈用自行车 他就说 不用了 我自己走 就走路 上课从来不说话 下课从来不说话 自卑的简直脸都抬不起来 一米五都不到 瘦的连有八十斤都没有 我一巴掌都把他抓起来 扔到外面去 他妈给他起了一个天下第一风骚的名字 你想不到多么的风骚 他姓王 你可不要说王大眼 王大眼没这么恶心 他妈给他起了一个风骚的名字叫 王大侠 那个大侠可是黄河大侠 就是哈哈练剑那个大侠哟 可不是侠光的侠哟 每次老师一提问 也是个名字真的吸引人 王大侠 王大侠起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王大侠 找王大侠找不到 已经站起来了 长得太小在第一排呢 老师看不见你知道吗 哎呀 所以老师一提问 我们都会笑 这些学生先想想 笑人家对不对 王大侠长那么小 那就不写 使很多人自卑的一个称号了吧 最起码名字是一个人代号吧 所以代号你可能觉得不重要 因为你的名字起的还不错 一个人的代号就是 呃代号会写吗 Symbol of someone 我写不下了 你自己写吧 someone Symbol of someone 那就是 a man 斗号 一个足球运动员 不是 一个球星 斗号 正在把名字 斗号 一个人的代号 呦 贝克汉姆 还可以加同位语 同学们 贝克汉姆这个同位语太好加了 告诉贝克汉姆是个什么 你不要再写一个球星了 因为咱们已经写过一个球迷了 别出现球了 那贝克汉姆是个什么 斗号 一个著名的运动员 可不可以 来 教你一个新的著名的 好不好 unesteemed 德高望重的 非常权威的 unesteemed 运动员会写吗 Symbolsman 贝克汉姆 斗号 一个非常权威的运动员 斗号 在他的脸上 还有一个傻脸 没加同位语的 同学们这个地方加不下 写在下面了 脸是个什么东西 脸 屁股 大腿 胳膊 腿 脸是 上次 一个东西说 一个器官 你可不要写一个器官呀 你每次一说到器官 我都想到 肝呀 心呀 肺呀 就像 内脏在你面前摆着一样 那脸是个什么吗 脸 胳膊腿 都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对不对 那就是 on his face 那就是 some part some不要翻译成一些 翻译成某一个 some part of the body 某一个部分 是身体的某一个部分 好 写完了 那这句话咱们就结束了 但是都加上童外语 好吓人 那就是 翻译一下可吓人了 一个男人 一个疯狂的足球粉丝 正在把贝克哈姆 一个著名的运动员的名字 一个人的代号 写到他身体的一部分的脸上 作文 记下笔记吧 一 名字做童外语 这个就不规定写到作文的什么地方了 你记笔记 一名字做童外语 写 作文中 大作小作文不说哈 大作文最多出现两次 名字做童外语 大作文最多出现两次 名字做童外语 最多出现两次名字做童外语 太多了不好童韵嘛 你心里明白 对不对 羊肉串再好吃 我特别喜欢吃羊肉串 羊肉串再好吃 你连着两天吃什么感觉 一篇作文全是童外语 什么感觉 一名字做童外语 到此结束 二 我让这个老师帮我调一下咱们的 这个幻灯片 咱们再讲 一名字做童外语 二名字性从句 你先把名字性从句这几个字写好 好吧 二名字性从句 说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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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字做童外语 二 童外语从句 怎么能说名字性从句 我错了 原谅我吧 二 童外语和童外语从句 一名字做童外语 二 童外语从句 丝世语 这么穆